迎接二十週年生日 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舉行全國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發展論壇 來自全台灣各鄉鎮 二十九個原文館的館員 也都齊聚一堂交流學習 過去這二十年 這個會館裡面 讓我們在桃園的原住民朋友 多了一個活動的地點以外 其實利用這個會館 我們一直在努力培養 我們原住民朋友的舞蹈的專長 就是以這裡為基地 站在一個都會區的一個文化會館 最重要的就是怎麼樣跟地方連結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必須要做的 製作一個博物館 是一個文化治理的一款 文化的保存 第二就是文化的再現 第三個就是文化的實踐 對此原民會表示 原文館不僅是展覽空間 也是文化儲存的地方 更是文化傳承的基地 博物館也好文化館也好 它非常具備一個公共性的特色跟價值 我們要從文化館走出去 我們也要從我們所熟悉的 這個文化的場域走出去 讓更多的98%的非人民的朋友 更能夠接觸到我們的文化 我們扮演文化櫥窗 我們也成為我們文化傳承的一個基地 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遍地開花 牽動者部落在地養分 不僅培育文物典藏策展專業人員 更是陪伴著原鄉文化發展 未來也將扮演著文化政策推動 與傳承文化的據點與基石 也是新聞感情網友 許家榮 桃園大溪財產品報導 可以排到